主播觀眾持續帶來關心 颱風這個薛南諾的最新狀況 因為氣象局呢 他們在早上八點半的時候 就已經發布了這個海上的颱風警報 那針對的區域呢 是因為現在薛南諾颱風 它自從昨天下午的時候 已經併蹲掉這個落袋性的低氣壓 所以呢 它整個暴風圈是越來越大的 而且目前觀測到的是 它的半徑有達到250公里 那這個氣象局也說了 這個颱風呢 其實還在持續的擴大當中 所以它的這個外流 外圍環流呢 真的就是會直接影響到 台灣的東北角地區 因此記者呢 今天就已經在基隆的北海岸 進行觀察 其實基隆的雨勢呢 它是間接性的降雨 一陣一陣的 而另外呢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後面海面上呢 其實基隆一直從這個 今天早上的時候 就一直有這個長浪發生 而且這個長浪它的高度呢 是二米到四米 相當於一層一層樓高以上了 另外呢 你也可以觀察到 其實這個長浪啊 它其實是又快又長 所以呢 你可以在海面上都已經看不到 藍藍的海水 全部都是白白的浪花 因為長浪是一道接著一道 這個颱風最主要的影響呢 首當其衝的 就會是東北角 那目前呢 基隆氣象站也說了 預估二號到四號 五六日三天呢 這個累積的雨量 有可能會達到 三百到四百毫米 其實這個雨量呢 渴望解除基隆之前的 缺水問題 不過呢 解除基隆的這個旱災問題 相對來的就會是 因為雨是很驚人 所以可能就會有淹水 還有落石的狀況 那目前呢 現在這個基隆呢 因為現在這個 軒嵐若颱風 它逐漸往這個巴士海峽移動 而且呢 它的位置是逐漸往西北 往日韓的這個方向 繼續移動 所以呢 其實加上它走得慢 所以其實呢 它的這個雨是 從這個 從今天晚上開始到明天早上呢 其實雨勢都會很驚人 這也是氣象局 要提醒這個基隆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小心這個時間點 以上是現場最新 將鏡頭交還棚內